只要339的烤肉吃到飽你吃過沒有 今天帶你開箱這間韓式燒肉 這間店的老闆本身就是韓國人 所以很細心做了一張正確吃韓式燒肉的流程表 另外為了能好好享受道地的吃法 這裡點了調味肉品就不能往回點原味囉 首先來吃他們的原味豬五花跟豬梅花 這裡的原味豬肉都是溫體肉 所以吃起來非常新鮮 而且完全沒有豬腥味 因為五花的部位沒有到很油 還蠻均勻的 我比較推薦這個 但如果還是想吃瘦一點 那就可以點梅花 吃起來味道也不錯 老闆這裡推薦兩個吃法 一個是直接吃下去 鹽肉原本的味道 一個是包生菜跟泡菜一起吃下去 就是最道地韓式的吃法 如果真的不行 這裡也有提供沾醬 吃起來也很爽 再來是這個魚板香腸 老闆推薦是要拿魚板崛起香腸來吃 兩個配起來還蠻搭的 建議可以試試看喔 吃完原味的來吃吃看調味的 首先吃蒜味的調味不會到很重 會有骨蛋蛋的蒜香味 所以我推薦可以吃雞腿肉 比較好吃起來比較爽 再來吃辣味的 辣味的真的有點小辣 但是非常提味 這個我反而推薦豬肉 能吃到很濃郁的醬汁味 最後我最期待的是這個 生煙螃蟹 今天我點的是母蟹 裡面滿滿的蟹膏 雖然是生的 不過吃起來真的很讚 醬汁都有醃進去 可以體驗看看 心動的話就趕快來吃吃看吧 我們下次見